基本上这个戏是讲述一个香港人 一个精明的 因为她说明是CEO 精明的女士去到那里开会 谁知道原来她中了伏 她是给一个弟弟老碟 然后再给她不认得的妈妈老碟 然后再给民宿里的人 其实她是给一群人夹来骗她的 一骗就骗了九个月 儿子都生了 还未必走得掉 这件事其实她是讲一个包装 但其实是讲骗子的骗术 所以这个CEO究竟是聪明还是笨 因为想象不到有人可以这样骗她 她说我不舒服 吃药 好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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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知为何又大得到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么想拍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 世界各国都有这些骗途 我觉得这部电影 跟我们香港 我们天天出入洪水 看见今天你被人骗了没有 其实我觉得那张海报 都是在模型中帮我们的电影 因为电影里面就是说我被人这样骗 但是日本那边警察和阿妹 要事官那条线 又是和你那条线的关系 又怎样环环相扣住 警察那边很纯粹 因为警察真的是一个纯粹 我去求救那位警察 我是纯粹 他也纯粹想帮忙 但是他想不到原来整这些事情 是连警局都在骗他 我们的家庭 整堆民宿那帮住客 说自己医生那个不是医生 说是同房那个不是同房 说是我弟弟那个原来已经变了 说是我妈妈那个 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我妈妈 这个精彩的 不知道她是我妈妈 警察方面也是 她越查不到案 每个人劝她不要查 她有点回到以前电视剧 有个运动电影叫青春火花 她不是都是说邪教的东西 她玩塔罗牌 然后有个揭祷一张塔罗牌 说她会死 看到死神 然后其中一个队员死了 那我们这个是日本的拿手 导演拿手的东西 所以我这次不参与就是洩帝了 通常都说是愚人生 你会不会想提示世人一些东西 或是你心里还是觉得现实有些东西 我想透过电影带这些 说你们小心一点 是啊 小心一点 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和十年前的世界不同了 所以为什么红帅口都会有个手握着银纸 然后又问今天你被人骗了吗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不好 就会有很多人骗人 然后就全世界都会有 所以大家都要 真的很不幸 我其实想叫大家放心 做人比较快一点 但是都要有半点的小心在这里了